第一次输出一颗星 最后一次输出13颗星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这里的话呢,跟各位讲 其实在以前如果用别的语言来做的话 其实颇麻烦的 但是python有一个蛮好的特性 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要输出一颗星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怎么样 利用那个print,比如我们用一个print print就输出嘛 假如说你要输出几颗星的话 那你可以加一个星号 后面的话可以用乘号 乘以几次 比如说我要输出一颗星的话 那你后面就乘以1 也就是说呢 这比较特殊的意思就是说 它 一个文字 文字理论上是当然不能配合 这个星号等于是乘 文字乘上几个 几个数字的话 那当然 其实 如果你用别的语言是行不通的 但是呢,在python里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假设 你一个文字乘上一个数字的话 那意思是说repeat的意思 有点像exale里面 那个repeat的意思 意思就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也就是如果你乘以1 那就重复一次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喔 这边就输出1颗星 那如果你假设输2的话 那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2颗星 那如果今天要13颗星的话 那就乘上13就好了 13颗星 有没有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第一次帮我输出1颗星换行 然后再来就产生第二颗星换行 一直到第13颗星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喔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到一个问题说 诶 这个有一个会变的数字 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后面这个数字 乘上后面这个数字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i的话 诶 那它就会不断变动了嘛 所以呢如果要把它改成i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在这个print上面这一行 加上一个for回圈 什么呢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所以喔 慢慢各位要慢慢习惯 以后的话呢 思考的这个概念的话 慢慢能够把前面所讲的再把它加进来 那我希望那几颗星 一颗 所以呢从1开始 我需要产生一个清单 是1 2 3 一直到13 维持 逗点之后的话呢 是停下来的 所以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输入13 只有到12 所以特别注意 这里的话 逗点后面的话 请你填上什么呢 它停下来那个值 就是13的后面那个值 OK 14 那接下来的话加一个冒号 冒号的话就是to do 做什么 做下面的事情 那下面的事情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for回圈里面要做的事情 你记得按一个TABLE 它是在这个里面做 OK 特别之后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TABLE的话 这个程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它看不懂 它不知道说 原来你这个for回圈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这一定是在TABLE里面 OK 就是下一届一定要在TABLE 那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它就把它当成是 你做完之后要做什么事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我们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13改成I OK 好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I这个值 第一次会出现1 所以你会发现它就输出一颗星 那一颗星 因为print本身会换行 有没有 print我前面讲 后面会带一个换行 所以它就直接换行 换行之后的话 I变成2 那就变 那再来就输出两颗星 S类推 OK 所以我们如果正向三角形就OK 第二个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换个方向 反向过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正向改成反向的话 那就变成13到1 13到1还记得吧 所以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就是 再把这一个 你可以把它分两个档案 也许这个把它存档 然后再另存新档好了 另存为 那我把这个档名改成什么 直角 然后呢 改成什么反 反向或者反 反三角形好了 OK 那也许就另外再另存一个档案 把它存档起来 OK 那我们来改 如果说我今天反向的话 各位还记得吧 在for回圈呢 如果你要反向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这个range后面的数字 你其实是可以把它改成相反的 理论上当然比较常见的是 数字一定是前面小后面大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前面 就是说呢 前面大后面小的话 那一样 我要先第一次请你输出13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一直到哪里停下来呢 一直跑跑跑 跑到1 可是问题1 1是要输出的 应该是1的下一个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0才对 另外还有一点 逗点 请各位注意一下关键 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1 特别注意 这个-1是step的意思 如果你忘了加这个step的话 他只会跑13就结束了 因为他不会 他不知道-1 因为正常的话 是加1 是正1 OK 所以啊 如果假设你是正1的话 这个是可以省略的 理论上我们都省略 那如果你是-1 就-1的话 那这个一定是不能省略的 所以我们是什么 13 那因为step是-1 就12 再来就11 一直跑到1 一直跑到1 输出了 遇到0 0就停下来 所以0不会输出 OK 那如果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反向的三角形 输出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13颗星 然后再到1颗星 就结束了 OK 那这个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正向跟反向 那这个做完之后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可以思考一下 假如说 我希望再把刚刚的正向前面加空白 这个空白规则是这样 就是我本来只是单单把这个一颗星就输出了 可是我现在 我希望能够把那个 有点像是直角三角形 本来是靠左 变成靠右了 就是长得像这样 它的规则主要是说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星号前面加空白 也就是说呢 第一次的话 除了说有一颗星之外 还要再加12个空白 加起来就刚好13 然后呢 再来这边的话呢 加11个空白 一直到最底下的话 12嘛 12 11 然后到最后面13的地方就0了 所以它的原则是12到0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这个逻辑 带到我们刚刚的三角形里面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写 请各位试试看 我把那个共用取消